嗨大家好,我是泡宝 工作当中领导经常会给我们挖坑 让我们猝不及防 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 领导经常给员工制造的四个麻烦 一定要防备 这些麻烦都是陷阱 你掉下去的话就很难爬上来了 第一,领导让你突然去评价一个同事 当领导突然之间找你 让你去评价某位同事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坑 你一定要有所防备,要警惕 因为你不知道领导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这个人 还是不喜欢这个人 所以不要随意的发表意见 万一掉坑里了呢 你说你不太了解就OK了 第二,领导让你谈下一步打算 领导经常会找你让你谈下一步打算 很多人认为当我们说出来之后 领导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去帮我们安排工作 其实这种结果的概率非常的小 你要明白 我们根本不能决定领导的意志 他来问我们下一步打算 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好了下一步打算 他只是假装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他只是通知一下你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天真的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 不值当 第三,领导给你透露他的私人情况 当领导突然给你透露他的私人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家庭 他的情感 他的烦恼 他的身体状况 很多人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开心 甚至很感动 认为领导特别信任自己 你千万别这么想 也许领导只是一时兴起随口说几句 也许是他有意为之 放出假消息要测试你的忠诚度 所以你听听就好了 一定不要外传 不要告诉同事 一旦你的老板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那指定是你抖落出去的 领导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以后便不会再重用你了 第四,领导突然给你一个美拆 如果天上突然掉下馅饼 不要开心 不要激动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当领导突然把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美拆交易的时候 你也要淡定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差事 是脏活累活 只不过是裹着糖衣炮弹 你要衡量自己能不能搞定 不要盲目答应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量力而行 如果你觉得自己搞不定的话 还是跟领导尽早说实话 好,以上跟大家盘点的领导 通常给我们挖的四个坑 千万别掉下去 你学会了吗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